由于科技的进步 警方在许多路口增设了科技执法系统 让心存侥幸的民众无所遁形 不过议员就揭霍许多民众陈勤 认为警方宣导不足 路口标示不清等问题 特别向警方建议 做好路口标示的改善 对于违规情节轻微社 应给予劝导引导民众守法 避免交往过正 外现经科技的进步 警方透过在各个重要路口 装设科技执法系统 不但能够降低警力的负担 也能够减少民众违规的发生 不过自实施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 10号县议会多位议员 就此议题与警察局长进行讨论 陷阱局所提供的 所推出的这个科技执法的问题 那本期想要跟局长来讨论几个问题 就说局长 我们科技执法从执行到现在 总共开出了多少违规的罚单 谢谢益州的指导 我们台东的科技执法 是从109年7月 从台东火车站开始 那陆陆续续到现在 总共有11处 那我们开出的罚单 大概有3万余件 因为你们的劝导旗的管道 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甚至现在科技执法的地方 包括在市区 你们我也 我是没有看过啦 我没有看过远景在现场 科技执法的现场 也许你们也可以现场就教导大家说 你刚才这样子是不对的 他才会有深刻的感觉 因为包括我自己 我也常常搞不清楚说 到底我怎样走才对 所以我就尽量夺你们的科技执法 这个是我唯一审荷包的方式 是违规 那取缔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但是本席希望 不要让民众感觉是抢钱 我们现在最近的科技执法 你们要去做两点 对商家的维护 他们的营营的营生 要重新考量 当下附近的停车场 是不是够不够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商家附近的一个卸货区 你要跟管理署的交通事务科 好好去把它找出来 起码 在制法的过程 不要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让你本意 是要降低交通事故 但却反方向的造成 我们台东的一个商业的 一个损害将不好 议员强调 大家都支持警察 依法行政 也希望能够多引导民众守法 避免矫枉过阵 记得潘俊尔台东市报道 在别的 我们标准 优优独 变成 营